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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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当家 最棒的人在家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Traissy小姐俗文 这一波疫情除了让大家养成 戴口罩的习惯之外 其实也改变了我们全人类 对吃的习惯 来 我们看一下 经过疫情之后 原来发现肥胖的人很容易死于 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病毒 所以人们开始改变饮食的习惯 会怕胖 所以就会多吃一点植物和高蛋白的食物 所以会以素食来取代肉类 所以大家有没有follow到 这个健康的养生概念呢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就邀请到好多好朋友 要跟我们分享 吃素健康美味又快乐 好 首先呢 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素食爱好者 也是我们的家如姐姐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农业达人 吴锐中 吴老师 公主好 主持人好 以及我们的聪明妈妈 郭玉芳 郭老师 大家好 我跟你讲 吃养生 真的要看我们懂事 跟着我们大家走就对了 对 所以可是讲得很简单啊 我们都知道吃素很健康 又爱地球啊 不过有时候吃素 有时候你去外面 你就买没东西 帮他吃 有的就是又不好吃啦 这怎么办呢 家如姐听说吃素多少年 我吃了好多年了 这样现在的话素食是比较多一点了 那以前如果说到外面去 或者甚至于是出国 哇 那真的很可怜的一件事情 可能你就找不到适合的东西 那就要自备 对 其实不要看家如姐这样 吃素说20几年了啦 吃20几年 你一定要听听看 他以前你也吃过荤 对不对 有 转变变成吃素 其实有原因对不对 对 说是因为呢 节能环保啊 吴老师 对 这个我还讲好了 吃素是节能环保 因为吃素它可以减少什么 碳排放量 对 还有就是最自身而言呢 它可以减少什么 体内环保 因为你吃肉的话 你可能肠胃容易 嗯嗯不出来 吃素问题比较少 是 所以主要可以降低什么 身体老旧费物的累积 主要还有就是 一些维生素也好 素食也好 它含有维生素跟矿物质 比较多一点 对 你肉类的话就蛋白质 但是蛋白质吃多了 脂肪呢 也会造成肥胖问题 尤其是红肉的部分 没错 对 是 所以呢 这个吃素当中 我们就邀请我们的这个 加入界 这么多年经验 所以你的早餐 素食健康早餐 我看你桌琴已经开始在煮了 对 这个是什么 地瓜 你还开火在煮的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烤地瓜 你在烤地瓜呀 对 我们知道烤地瓜非常好 因为地瓜才很纤维 是 大家认为21世纪 对人最健康十五之一 但问题来了 一般烤地瓜 你要去便宜商店买 对 大厂烤很麻烦 对不对 你看自己逃锅的话 就会烤地瓜 那分享一下 好来来来 我们一人试试看 旁边那个 你还有烤大地瓜跟小地瓜呀 小的这个是芋头 还可以烤芋头 还可以烤芋头 小芋头非常好吃 真的 我知道 那叫做 芋子儿 芋子儿 我有听老奶奶讲过 说 烤芋子很好吃 而且要烤小颗的芋子 芋子儿 自己烤最健康 其实它放那个水进去 是因为它是根茎植物 对 我们也称为说它是主食类 对 所以它放了水进去呢 就是要先把它有点像 用盆水洗火 对 煮 就是冷锅冷水 然后煮开 然后让它有点渗透 然后最后火关很小 让水收干 然后地瓜里面熟的时候 它水分又出了 我以为你会放个什么盐巴 什么煮隔塔 不然那个锅子 直接用火烤不会坏掉吗 它就超耐烧 超耐用 你要烤多久啊 如果一般小一点的话 大概烤个十来分钟以后 你就要去焖它 不要持续一直烤 把火关掉 盖子盖起来 让锅子的虚热能力 去把它保到手为止 对 好 那紧接着呢 郭老师说还有一个 也是非常健康推荐的 素食料理 我今天要做的素食料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石头锅 来做蔬食的料理 那为什么会用石锅 就是说 我现在要先做给大家看吗 对对对 我们先给大家看 因为呢 这样的石锅 它第一个 它不怕空烧 所以我锅子火一开之后呢 我用了非常好的 这种好的黄金苦茶油 然后我直接就是 利用这锅子 像一开火之后 我就把这个油倒进去 那我有一个习惯 很多人都认为说 吃养生药吃得很素 都没有油脂 这样是不行 不行 我的油的量都大部分都吃 比一般在减重的人再多一倍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油不够 你这些食物没有办法在我们真正的内在里面 去做成一个吸收 还有推动 对 要吃好油 油要吃得够你更不会便秘 对 对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因为有好油之后 现在石锅 石锅它本身是不是聚热会很快 很快 非常快 有没有跟一般锅子比较不一样 是不是要菜要赶快丢啊 其实不用 不用啊 不用太担心 就是说你看它下去 它的温度呢 在导热的时候 它蓄热温度非常好 但是它传热的时候 因为它是石头 它不是金属 所以它的时间并不是很快就热 但是它的蓄热效果会非常的好 对 所以呢 其实反而我觉得做菜更冲容 更不会焦化 因为你就是 因为它受热均匀啊 而且还有保温效果会慢慢的提升上来 它的受热均匀 然后还有它的对食材的破坏性比较少 尤其是有一些 譬如说我要用红枣 我要用姜 我就会希望用这种天然的石头锅 它温度上来了 对 它比较不会破坏它里面原食材里面 应该要有的营养素 这样下去的时候 其实我跟大家讲说 像我山药跟这个紫山药两个 我都会用电锅稍微蒸一下 让它拌软 然后呢 我在蒸的时候 我香菇也会蒸软 所以我在炒的时候 就是利用这个石头锅的锅器 让中国菜该有的那个香味要保留下来 好 这时候我们就放一点什么呢 放一点酱油在里面 调味一下 很多锅子呢 如果是陶砂 对 它如果冷热这样子冲 它可能会裂掉 对 那石头锅密度不一样 我可以把香菇水加酱油下去 然后大火 准备来炒了 现在转大火 刚刚都小小火就可以炒了 我就转大火来炒 那这个锅子呢 它很简单 你就把这东西 把香菇跟姜稍微煮出味道之后呢 我就把我的山药放进去 它很方便啊 对 盐也没放 我都不用放盐 我只是用酱油把香菇的味道有没有 煙香就可以 所以我等一下会放这个酥漆精粉进去 这是药膳的概念嘛 那这时候我们稍微把锅子盖上去 让它跑一下蒸汽 等到蒸汽出来的时候 我把豆子放进去 拌两下就上桌了 所以速度并不会比传统的锅慢 可是为什么你刚刚 它的叙热效果很好 又特别讲说你会喜欢用石锅 你反而有时候你在煮这些比较药膳的时候 你不用铁锅 因为铁锅的金属会破坏 譬如说红枣的 它的珍贵的红枣的营养 或者是你想要用到这样的素基金里面有中药的时候 我反而不会用铁锅 你会用石锅 我一定会 我会秉造传统的方法 好的药材 好的中药的东西 这种药膳的东西我一定用石锅 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发现你看一下 郭老师你拿那个铁汤匙在那边炒菜 然后刚刚又拿铁筷子在那边炒菜 那像这样 如果你用铁的器具或铁铲 其实对锅子 如果说一般的锅子不缓 比较讲究 来 吴老师 你说这个锅子耐刮这件事也很重要 我跟你讲 像这种石头锅它本身是印度锅 因为它本身也有什么 有类似像 加石鹰 加花这些珍贵的食材 所以它印度你看一下 我这是一块钱 我这十块钱对不对 我这样刮 哇 单锅子这样刮可能就不行了 你看听到声音对不对 等一下有落叉吗 对 然后呢 你看一下 刮好之后呢 我用这个四纸巾擦 你看一下 完全没有落叉 白白的 那你会说 我十块钱假的吗 我现在刮别种 让你看一下 这个你看一下 这是我今天也是今天带来的 你看掉了 不行了 掉了 然后呢 拿着纸巾一擦 你看一下 哎呦 好恐怖哦 所以说为什么说 我觉得说台湾很厉害 它那锅子是那个什么 食材来自于日本 技术 然后我们那个技术来自于 来自于那个什么 大陆 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 我们材料使用什么 太空材料什么 那个稀土 稀土本身是太空 太空缩回地球的时候 这么在做隔绝热度的 所以它非常好 还有夜长石 就是它导热速度快 它有很好的什么导热性 那石鹰呢 就是水晶 它的硬度仅次于钻石 它耐刮 还有就是什么挖木石 挖木石就是远红外线的矿石 所以它可以什么 透过烧磁土 远红外线可以加速食物的熟成 最主要是什么知道吗 滑石 它本身虚热能力非常的好 所以为什么说 它可以节省瓦斯 就是你把火关掉 它也有保汤保热 虚热的功能 非常的好 你看 你看它讲那么久 我火关小了 你现在关火了吗 我已经关 所以你是用余温在 你知道我用余温 你看 你看我的豆子 我的甜豆莢已经熟了 你看我们现在火关掉了 对 它里面继续还在做什么 还在搬热 对 可是你看它的保温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时候 再勾一点小芡进去 完全关火状态 对 完全关火 勾一点小芡 就是把那些刚刚的酱汁 跟我的这个树筋粉的调味料 让它能够进去 所以你看我这道菜 就这么简单 轻轻松松就炒好了 好 那早餐上呢 当然也要有吃的 也要有喝的啦 我老师说要教大家怎么样 这个不一样就是说 我们用石锅来做番薯 对不对 那我们也要做 我们也要喝点不一样 我就用什么 用今天我们那个锅老 再来什么 酥基金 对 药膳的酥基金做什么 药膳咸豆浆 很简单 只要下汤子下去就可以了 这样搅拌对不对 就可以得到什么 药膳的营养 还有我们豆类的什么 大豆软磷子的营养 最主要还有饱足感之外呢 这杯药膳咸豆浆就这样完成了 特别 这样是叫做升级版的豆浆 一般豆浆就是软磷子对不对 每天要补充一个豆浆 对我们人体很好 可是如果结合了这个药膳 所以有那种温补的概念对不对 对 吃素的朋友一定要这样喝 对常年吃素的朋友 他一定会吃很多青菜 你如果没有吃这些温补的东西 其实对他的身体会寒气比较重 我觉得这个是有调节的作用 对 来 谢谢 非常适合什么 比如说冬天到手脚会冰冷的 气血比较差的 温温的喝 感觉起来全身舒畅 真的比我想象中味道好太多了 简简单单一杯药膳升级版的咸豆浆 就这么搞定了 我们马上就要来打开满满活力的一天了 广告回来 还有更多的料理分享给大家 哇 旧素好美味啊 这个山药素包 这个是好绿的 这是什么 很脆绿的颜色 这个是甜豆甲 甜豆甲 然后山药 而且豆类是吃素的人 最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它里面有叶酸 又有蛋白质 又有维生素E 又有B群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 对素食者来讲 是很好的一个补充的营养 所以郭老师刚刚说呢 其实也会建议起锅前 可以其实再加一瓢 对 加一瓢的素鸡精 那吴老师帮忙撒上去一下 可以教我们的观众朋友 其实就是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在它的这个要吃的时候 你可以再撒一点点 直接补充上去 补充上去 平常加是调味 是 补充进去是调味 在上面是更美味 更美味之外呢 补充体力的 颜色好漂亮 对 好 那除了直接这样料理之外呢 吴老师刚刚也给我们喝了这个豆浆 对 咸豆浆 轻轻松松 一秒钟就出现了 对 而且有 不会有那一个什么 有一种很浓稠的药膳味 不是哦 它是好喝的 顺口的 对 比我们一般的豆浆来讲 它其实就是转换一个 因为外面很多人会喝咸豆浆 那咸豆浆的话 有时候它要加蛮多量 但是我们吃素的人 比较没有办法去吃这种东西 所以就换一个方式 用这个来补充 为什么当初它叫素鸡精 素食者的鸡精 这样子喝呢 养盐美容之外可以补充体力 会打体 然后这样热热的喝 冬天上天气冷来一杯 是 它真的比鸡精还要好用 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是什么 多糖体 它本身有什么 松下草啦 香菇啦 这些营养成分在里面 所以很适合你知道吗 四季饮用 它不会照热 不会上火 对 所以非常不只是吃素的人 像我们这种 比较需要体力耐力的人 也可以这样冲泡来喝 那为什么究竟它有哪些成分 连吃到很干净素的朋友 其实很多的 甚至有很多是这种 已经是到宗教素了 他们都可以接受 因为很多师傅都跟我分享 他们吃这个素鸡的经验 那最主要是它是什么 适时的温补 适季温补 顺时养生 我们叫顺时中养生很重要 它本身是什么 有食补的药材 也有当归 红枣 白华林枝 东童下草有什么菌尸体 因为菌尸体是全素 比较没有争议性 还有比如说它有什么香菇 还有我们的什么蘑菇 枸杞 红颈天 那个黄芹 这些还有红麴 这些是什么 补气的东西 所以非常是我们知道吗 吃素的朋友 或女孩子 身体只要做调整的 如果像我们这种男生 壮年男生 不可以吃太粗的 吃太粗的身体负担 不如吃什么 素的什么保养剂 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棒 它这个的整个的一个 这个里面的营养 我觉得对 尤其像我们现在的女生 压力大 对 都很多金钱挣获区 有 所以要提论 要真的 对 饮食上要注意这个食品的 那个叫什么 性是不是 性 对 它的特殊 好 那尤其这当中有一个 冬虫下草菌尸体 那有一些人看了 就是说 你不是说 吃全素的都可以吃 所以冬虫下草菌尸体 它是素的 它是素的 对 我跟妳解释 它是用菌种去做培养的 它不是用虫体去培养的 它不是虫体 它是菌尸体 对 所以比较没有争议性 因为外面很多野生 是用虫体去做的 对 所以我们也借由这样的 来跟观众朋友分享 有一些正确的新观念 好 那紧接着呢 其实 素鸡精可以这样直接冲泡以外 料理其实还蛮百搭的 所以紧接着郭老师呢 要来教给大家的这一道呢 素食的美味料理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都是我录了秋冬 我一定会吃的一道菜 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有菇有菇糖体嘛 但是菇呢 你如果用 你如果要用素鸡精 因为我都吃肉不多 那你就不能用铁锅 所以我就会选择用这个 炒的桃锅 然后呢 我都一样就是没有放水 要做空烧它的动作 因为呢 我要把那个多糖体在里面 利用它的温度 让它能够萃取出来 我要那个汤汁 那个糖体的汤汁 我首先放下去的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姜石 有很干爆的感觉 对 然后呢 我放油就放姜石 我的习惯是会在它 在桃锅里面先把它 用铁铲 稍微把它 这样子把它在里面 有点像烘干一样 这样子它那个姜的味道 会更香 香菌就对了 对 然后呢 我一样放的是黄金苦茶油 好高级 对 所以都是用好的这个厨具 然后好的油品 对 真的自己要吃的 每天要吃 一定要吃得更好 吃得更健康的 因为我常常 以前我都在那里 会教学生教养生的 台湾的 那个料理 我都觉得 你为什么买那么好的食材 用一个很糟糕的锅 对 真的 对不对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现在就是菇也入锅了 菇入锅了对不对 好 我们就把它呢 在里面呢 盖上锅盖 就空烧它 就这样炒它 等一下它就会 因为你的热循环 因为我们讲到 它的天然的矿石 它就会产生很好的 眼红外线的原理 它就会产生热循环 然后等一下蒸汽一出来 就代表菇的水 已经释放出来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会吃到 天然的菇的水的味道 还有那个纤维就会很好 再把我们的彩椒放进去 最后当然是要加上 我一匙我自己最爱的树鸡精 因为为什么 你都没有放肉了嘛 对 我们都用石锅用这么好 当然要用好的一个 加强版的一个 这个养生的调味 最主要是 菇姓寒 对 所以你加上 菇姓寒 菇是姓寒 它不是姓寒先生 它的姓是寒的 寒姓 我以为它姓温 它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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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结末了 我们锅盖水蒸气 我们看到已经雾状了嘛 对 当产生水蒸气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 菇的水分已经释放了 释放差不多了 可以翻炒 所以你就可以 开始翻炒它 那很香 郭老师你竟然用铁铲 对 你们刚刚有说过 还轻轻轻轻的 连那个我们的10块钱刮 都不会怎么样铁铲 就不算什么了 而且你看我的菇 有点像有点像石头的热烘效果 所以你会闻到那个 菇的香味特别香 有没有 菇的香味特别香 所以郭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是不是用石锅来煮很多料理 那种起味 酒头做的 跟铁的锅 那是完全不同的 锅气特别不一样 是不是会 那个叫锅气 锅气不一样 锅气还有味 有 然后我们现在采椒放下去 对不对 我们一样把锅盖再盖回来 好 盖回来呢 再让它闷一下下 一下下的时候 就产生第二个热循环 让采椒的营养素 透过菇的多糖体 再加上刚刚的黄金苦茶油 让它这两个配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珍贵的素基金放进去 就可以起锅 其实这个炒很快 很快 对 而且你看 完全没什么油烟 趋温保热食材的香味 都可以达到非常顶级的效果 那不过这个菇啊 竟然叫杏寒 那除了可以像这样子来应用之外 吴老师呢 你今天要教大家 菇还可以要炸一下是吗 对 但是我有磨果粉 对不对 那我再加点素基金 因为听刚刚我们的老师讲说 信函对不对 我将来信问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 赶快给他平衡 平衡一下 对 我要炸什么 我要水中炸香菇 来 顺便测试锅子好坏 那我先把这个锅的热气 先提升一下 是 好 那我们在提升热气的时候呢 我要站起来 等一下吴老师你才刚开火 你就要炸香菇 差不多 那我先把它拌匀一下 所以吴老师你现在炸香菇 是裹什么粉吗 是裹那个我们的 素基金粉 对 素基金粉加面粉 也可以一起来裹粉 可以用成它的调味器 因为你吃水果什么的都可以蘸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油温 看现在怎么样了好不好 油温上来了 现在温度来看一下 它其实升得蛮快的 现在查一下它已经升到什么 130几度了 130几度 那我们再等一下 那我们再抹一下 因为其实这种炸 它温度最好在150度左右 最刚刚好的 瞬间封锁 对 好 我们差不多 所以很多食材 我们要用这个高温去炸它 是为了就是 我可能料理上要塑形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塑形 第二个是保持里面的味道 还有它不会产生 温度不够的时候 让里面的水分脱水出来 反而会产生油泡 是 所以温度很重要 尤其是你要做这种 所谓的日式炸物 没有好的温度 像片妇罗对不对 还有就是因为东西掉下去 丢进去的时候 锅子一般的铁锅就会降温 对 可是石锅就是续温 它会续温 好 我们可以慢慢下去炸一下 所以有人 我看他们有讲过 喜欢用这种锅子去煮水饺 水饺 对 因为我们一般铁锅 你下去煮水饺的时候 它的那个温度会瞬间降温 然后整个那个水饺就在那边 就丢的核心 对 丢的 然后如果用这种锅子 温度不会下降太多 然后就保持一直在沸腾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煮出来水饺就会比较好吃 石头的特殊的远红外线 蓄温 供温效果 对 没说还不知道 一锅原来是这么多优点 你看它在浸的时候 我火都已经关掉了 对啊 我火都关掉了 对 你看它在炸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旁边的泡泡 也很均匀 对 最主要是说你会发现说 均热 因为这100 现在应该150度左右 150左右 它油烟并没有起来 然后如果说你用铁锅的话 不适合一下子丢这么快 但是我不怕为什么 因为它升温是很均匀的升上来 好 那等一下吴老师 你不是要水中炸香菇吗 对 这个不是在油中吗 我的水在旁边 你讲说 你知道我在测试 因为自主去日本学的 在日本他们很重视这种 所谓工艺方法 基本上这种锅子 你急速冷热 它不会爆开才是好锅子 那我们来测一下温度 这温度也看一下 来 我先测一下温度一下 好 好 下温度我们测一下 好 现在是135度左右 哇 已经丢了三颗大香菇 那温度并没有下降太多 还是很充温 我们测一下这冰水 130度对不对 冰水呢 几度 来 是负的 看一下 负2.3度 负的是零下的意思 因为负是2.3度 好 那我们把 100多度要放大 对 130度的桌子 来 拿起来 这会太危险了吧 对 你们再想想 我要不要带钢盔 等一下 我们先让开点 你硬定 对 你先在旁边去下降 有啊 真的啊 蛮多的冰块在里头 那这个135度的极冷 极热 极热度 是 我们瞬间到极冷 我这太恐怖了吧 会不会太危险了 好 你看一下 下面是冰 下面是冰块 上面是油 还在滚 但是呢 冰块融化了 它锅子不会爆开 极冷极热 它不会产生一个爆裂 代表的锅子是好锅子 真的很厉害 不拼开 没有理解 我们再把这个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对不对 然后呢 再继续加热 对 再继续加热 我们看一下火 它降多少的温度 油降多少的温度 来 看一下 有 好 先不开算了 不要开 我们测一下油温 先看一下油温 刚刚浸泡了 浮零下二度 油温你看一下 就是硬度很高 实际是硬度很高的 所以它也耐冷热温差 所以你看它在做的时候 我在听它讲好久 你看我火都关掉 我里面居然 我们看一下 还是热的 郭老师这道料理 我居然还是热的 你看 我这道菜居然还是热的 而且你看一下 那个绿就是绿 红就是红 那我们最后呢 颜色就这么薄 洗过的时候呢 还有余温对不对 我们撒上酥鸡精 对 撒上酥鸡精 其实这就是说 为什么吃素的朋友 很多人他没办法接受 马上吃素 因为没味道 对 但是如果说 加酥鸡精 它除了营养成分之外 它会增加 细合感 它让食物更美味 郭老师这个 撒了酥鸡精 马上完成 那家如姐也 素素的要教大家做什么 我们平常在家里头 可能晚上回去就要吃饭 那你只有很简单的一个面 在那边 用自己酥汤都在 对 米酥汤 然后呢 酥鸡精 用酥鸡精做一个汤底 对 就是直接这样 你马上升级 做个酥鸡 外面在买什么 素的冬菇面 对 但是我一直在外面 常常吃外面素的冬菇面 它的家太多化学添加的 我每次吃完嘴巴都破 因为它都是用味精 味精 你是代表用化学 是 真的看了我们这一集 你会发现 没有 这样子就好了 酥鸡精就是 我们素食的好朋友 让你救赎健康 救赎美味 我们真的谢谢 我们来宾的分享 如果观众朋友 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也欢迎上我们 女王当家的FB粉丝团 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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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